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州勇士则是108比120败给了波德兰拓荒者 拓荒者终于拿到一胜 系列战1比2落后勇士 下一场柯锐能否上场外界关注 详细新闻内容请收听中广新闻网 或下载中广新闻报APP线上收听 软一点 硬一点 我要换软一点的床了 不管 母亲节要到了 听我的 好啊 那父亲节的时候 我要换硬一点的床啊 哎哟 你们一大早的在吵什么啦 床这么硬 我睡得要三倍痛呢 床太软 我越睡越累啊 看来要解决夫妻床试只能靠智慧咯 帮你们挑一张Race智慧名床 只要轻轻按平板电脑上的数据 透过0到99的数字 就可以调整你们喜欢的软硬度 可以左右两边分开调哦 这样我们就不用一个节日换一张床咯 这么有智慧的床 可不可以顺便把爸爸的脾气调软一点呢 继续播报新闻 气象局在下午发布了大雨特报 由于午后对楼云西发展旺盛 今天下午到晚间 台北市 新北市地区 以及花莲县山区 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要注意雷急 强阵风 溪水暴涨 低洼地区要慎防淹水 而在下午台北市 两点左右呢 可以说是雷声大作 下起了大雷雨 包括中正区 中山区 松山区 和南港区的食雨量 都已经达到20毫米以上 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 加强防范 另外 气象局也发布及时天气讯息 南部的台南市白河 跟嘉义县帆路 中浦跟阿里山一带 会有冰雹发生的几率 也都要特别注意 雷急 强阵风 以及瞬间的强降雨 一名男子今天驾驶一辆 白色自小客车 高速撞上停在路边的游览车 驾驶伤众昏迷送医 游览车司机王姓男子 一脸无辜地表示 他车子停在路边的停车阁 看到这辆车高速撞过来 快吓死了 高雄市警方初步调查 车祸现场是在古山区 明城四路 游览车停在路边停车阁 王姓司机在驾驶座上滑手机 而这辆白色自小客车 不明原因穿越车道 失控撞上游览车 由于撞击力道不小 白色自小客车的车头几乎全毁 游览车车头右半边被撞凹 挡风玻璃碎裂 白色自小客车 男驾驶昏迷 由高雄市消防局救护车救护人员 先协助固定后送医 高雄市警方已经调阅案发现场 当时监视器的画面 调查肇事原因和责任 平东县恒春镇掌炉欲动 5号率渔民在恒春后壁湖渔港拉布条抗议 不满台东县府禁止10顿以上渔船 进入蓝宇六海里捕飞鱼 扬言抵制蓝宇交通船进出恒春后壁湖渔港 台东县政府2012年9月19号公告 每年的2月到7月蓝宇沿岸六海里 禁止10顿以上渔船捕捉飞鱼 恒春渔民一直对这个禁令不满 卢豫动5号带着渔民在后壁湖渔港拉白布条抗议 卢豫动表示 飞鱼是季节性回游鱼类 在同一国家的领海大家都可以抓 蓝宇的禁捕令根本不合理 他扬言如果禁捕令不放宽 不排除也将设法阻止蓝宇交通船 进出后壁湖渔港 平农县政府农业处长姚志旺表示 这牵涉到两线的渔权问题 应该由渔业署出来协调 双方都应该尊重渔民的权益 花莲浊西乡丽山部落 今天清晨4点多 一户铁皮平房发生火警 54岁纳姓屋主生病住院 24岁当兵的儿子回家探望 疑似酒后想在屋前烤肉 没有熄火就进屋内睡觉 不幸葬身火哭 屋主去年5月才痛失母亲 从医院回家后看到儿子罹难 痛哭失声 非常悲伤 请听刘敏军报道 花莲县消防局8号清晨4点26分 接获火警报案 有民众通报 花莲浊西乡丽山村丽山38号 一处民宅冒出了火烟 当地的消防局派出了消防车辆救火 抵达现场发现火势猛烈 回报必须要加派支援 总共出动了7辆消防车 2辆的救护车 在清晨7点40分扑灭火势 警销清理火场之后 发现一名男子仰躺床上已经身亡 根据附近居民表示 早上纳性屋主从医院回来 发现儿子身亡 一直痛哭 居民难过地表示 屋主的妈妈 其实也在去年此时过世了 不到一周 平静的丽山部落 发生了虐婴案跟死亡火警 居民感受到不安的气氛 中华记者刘敏娟在花莲报道 根据全国路况咨询中心 提供路况讯息 国道3号北上237到228公里 民间就能到达南投路段 车子非常多 走走停停 台88线西行在大辽 一上来就有两辆车的事故 停在内线车道 后方的车子 快要看到这个事故现场 是会急停 所以目前 那么后方的车流 是稍微受到了一点影响 在国道6号西行三公里 旧正道雾夫系统 这边是车多不好走 国道1号北上125到91公里 投雾道竹北路段 一路走来都是车多 国道3号北上的218到212公里 草囤道雾峰路段 也是车多不好走 台北市目前建高往北的方向 市民高架到原山的上方车多 市高往西 永吉路到光复南路上方 松江路到环河南路的 环河北路上方也是车多 中校桥往台北右转环快 车多不好走 尾端是停留在了 桥中断了 而环快往北成都路到 中校东路上方呢 是车多 基隆高架往南 新汉路到水块的入口上方 以及往北新汉路到 乐业路上方都是车多的路段 卖上一条往市区方向 也是车多的地方 以上是最新的路况资讯 有媒体报道 日本汽车制造大厂本田汽车 将在全球额外照修 2000万个高田制造的安全气囊 这种越滚越大的丑闻 引发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照修事件 总部社在东京的汽车零件供应商高田 正在处理棘手的安全气囊缺陷问题 当安全气囊弹出时 充气片可能导致金属和塑胶碎片四散 对驾驶和乘客构成伤害 本田计划扩大照修地区到亚洲 大洋洲 拉丁美洲和欧洲 意味着这家汽车大厂将被迫在全球 召回另外2000万或者更多的安全气囊 使得总数突破5000万 美国直篮NBA季后赛第二轮 今天东西区各有一场赛事 东区暴龙劳瑞今天大发神威 个人独得33分 率领球队95比91击败迈阿密热火 拿下东区第二轮准节赛第三战的胜利 而西区由卫冕军勇士客场出战波的蓝拓框者 勇士明星后卫柯瑞 今天赛前虽然练球 但是正式比赛教练仍然让他继续休息养伤 由浪花地汤普森恩格林率队应战 今天拓框者全场投进17个三分球 三分命中率高达五成六七 最后是108比120 仍然是遭到拓框者队给击败 那么拓框者队呢是扳回了一城 一剩两副战士落后 以上新闻由胡祥华编辑播报 台湾加油 无所不谈 中广新闻部制作 赵首博主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赵首博 欢迎收听中广新闻 台湾加油 无所不谈的节目 我想各位听众朋友一定是 常常会在报上看到说 这个我们的年轻人 特别是在暑假期间 都到国外去进行所谓这个度假打工 可能到澳洲的还特别的多 那这些年轻人呢 一方面去打工 一方面呢 也去学锻炼磨炼语文 一方面呢 还可以赚一点钱 玩一玩嘛 所以现在这个计划呢 推动以来呢 是年轻人气质落伍 那么这个计划 就是度假打工 到底怎么来的 目的何在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啊 外交部这方面的主管官员 也就是外交部的公众外交协调 或者副资计刑长 也是外交部的副发言人 李宪章先生 到我们节目上来跟我们谈谈啊 这个什么叫做度假打工计划 他的目的由来 那么以及外交部 现在评估起来 这个计划到底发生了什么效果 李宪章你好 是主持人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刚刚提到 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 都是 因为出国对台湾人来讲 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 我年轻 我当学生时代 出国是难上加难 即使在民国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要出国也非常不容易 一方面是 台湾的经济发展 还没到那个程度 另一方面呢 是当时出国还是有管制的 一直到民国七十年代 我们开放观光 慢慢才有人出去 那么这些年来 大概出国观光旅游 变成每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 好像一种生活中的一部分 不过年轻人 不必花家里的钱 出去国外去看一看 同时还可以赚一点钱 这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所谓度假打工 那你可不可以 跟我们亲手朋友来分享一下 外交部当时提出来 这个的目的何在 是谢谢主持人 这个计划其实从民国九十三年 就开始推动 那么到目前为止 推动了十 已经到现在已经有十二年 十三年了 目前跟我们签署的国家 已经有十四个 十四个 其中在亚太地区 就是日本 韩国 纽西兰跟澳洲 那么其他另外 十个国家 在 一个是在北美 加拿大 另外有九个国家 是在欧洲 包括德国 英国 爱尔兰 比利时 斯洛发克 波兰 匈牙利 奥地利跟捷克 那么捷克刚好 我们去年12月28号签署 刚好这个4月18号 也正式生效 那最主要这个计划的目的 就是说 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 国人出国 现在其实是非常的普遍 但是我们觉得 在普遍之余 我们也考虑到说 现在年轻人 因为现在世界 是一个扁平化的情况 是一个国际化 而且需要有很高的移动力 跟竞争力 那我们也鼓励年轻朋友 透过这样青年度假 打工的计划 能够在毕业之后 在18岁到35岁之间 这是35岁 是这个年龄的限制 是吧 对 每个国家规定不太一样 但是大部分都是18岁到35岁 对 那么捷克是到26岁 那么这些国家 按照这样的年龄的限制 你可以无限国家的 你到了澳大利亚之后 你之后也可以继续申请 到不同的国家区域 我记得说 我参加一次之后 还可以参加第二次吗 对 每个国家只限一次 每一个国家一次 但是每个国家给的 这个时间点 时间长度不太一样 像澳洲是给的比较宽松 它可以给一到两年 英国是一次给两年 那么奥地利是六个月 但是其他另外11个国家 全部都是一年为限 所以年轻朋友 如果有希望能够自己出去 能够学习独立自主的生活 能够出去一边打工度假 然后也能够游学 当然不要造成家里经济的负担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鼓励年轻朋友 多多出门去看一看 从台湾看世界 但是也到国外去 从世界过来看看我们台湾 台湾有什么好优势的地方 还有国外有哪些地方 可以知道我们学习的地方 这个当然听起来是还不错了 那么到底谁可以去申请 是不是一定是学生呢 还是说要既定什么学历 那么要去至于 要不要以文的鉴定 以文的测验 或者是说要不要了解他的家庭背景 这个很重要 其实这个计划非常的开放性 是没有除了年龄18到35岁的限制之外 没有学历的限制 也没有性别的差别 当然你只要在年龄层之内的青年朋友 你都可以参加 甚至政府为了鼓励年轻朋友走出去 多多探索自己 学习自我成长 也教育部青年发展署 这边有一个贷款的计划 就说你出去要贷款干嘛 因为年轻朋友 如果说刚大学毕业 或者高中毕业 你年龄到了符合18岁 你可能还没有经济独立的能力 但是为了鼓励你到国外去拓展视野 我们也政府 你可能还没存第一桶金 可以供给你出国 但是你这个来回的计票是自己负责吗 对来回计票自己负责 对方不负责 不负责 那么既然是叫做暑假这个价值 度假打工 当然一个是度假一个打工 那么要打工的话 要不要有什么条件 比如说要不要具备什么能力 或者说 你知道第一个没有学历限制 当然不能文盲 那么没有学历限制 那么他至少要有 譬如说你要去打工 人家不会说我是台湾来 我就来打工人家就请你 还是说好了 这个打工 外交部或政府扮演什么角色 你是安排跟对方 有一个一定有窗口 然后去了之后 是要出去之前就就安排好了 还是去了说自己去找呢 是这个目前啊 度假打工的一个形态 年轻朋友找海外工作机会的形态 基本上有分几个不同的部分 像有些国家 英国 阿尔兰 加拿大 日本有几个国家 政府他们本身有提供这种 寻求工作机会的平台 网页 所以你还自己要去找 对 要自己找 因为政府他基本上 我们政府外交部的角色是 外交部本身之外 还有我们驻外管处 是跟当地国政府 谈好这个双边的互惠的合作协定 我们营造一个比较友善的 安全的一个打工度假的环境 那么你出去当然是以度假为主 打工为辅 打工的地方 一个工作只能 大概工作三个月到六个月之间 然后你就要换下一个工作 他就是不希望你去 占用了他们 他们这个年轻人的工作机会 可是同时又能够补助他们 人力支援的不足 劳动力的不足 就像以澳洲为例 澳洲地大物博 台湾的216倍大 所以我们年轻朋友去打工的性质 通常是到农场 或者是到屠宰场 那这个是这种工作是 去了做申请 还是说澳洲政府的对付 都会帮你安排 有两种 一个是台湾这边有一些仲介 他有负责这样的业 还是有仲介 那澳洲那边也有相对的仲介在负责 跟当地的这个任这个聘用的单位 农场也好 城市也好 有一种媒合的机制在那里 但是也有年轻朋友是 朋友先去过去 他们一个带一个去 介绍 也介绍 利用这样的方式 有些像英国的这个欧洲方面的产业特质 跟澳洲不一样 澳洲是以农 农牧为主 那你到英国欧洲去大概服务业为主 你可能到明店街区卖商品 所以基本上刚刚主任提到的 要不要会英文或当地的语言 这个当然是要 但是也没有说需要做过英语简订 语策研 就不要 但是我们非常鼓励说 如果你有这样年轻 你就有这样的规划 我们今天你平常就应该加强语文方面的学习 好 那么既然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前市自己出 来回机票自己出 到那个地方工作是自己找 那外交部干什么 是 外交部当然已经把这个平台营造出来了 然后我们当然外交部目前站在一个辅助性的 协助性的角色 除了在前端这边把这个环境营造出来之后 相关的规定法规 我们都有很好的外交部有专业的平台 有专业的 网络上有一个专属的网站 里面提供的各式各样的资讯 包括你 我请教一下 他要出去之前要不要跟外交部讲说 我就要参加这个计划 还是不要 不需要 最重要就是你要去申请 因为我们现在有160个国家跟地区 给我们免络签证的待遇 对 那么如果你要去度假打工 并不能够适用免络签证 你一定还是要申办度假打工的专属签证 就是说在办签证的时候 你必须要先申请这个签证 对 但是签证是跟当地国家驻华的机构 驻台湾的机构来申请 那他给你了 你就到那边可以去找 是的 或者说你就可以透过仲介 现在已经有仲介在做这个事了 是不是 意思就是说 就像外劳一样有仲介 那这个就是说有仲介 说度假打工的这个仲介 然后你可以用整个一个package 一包裹式的说 我请你帮我办 一方面帮签证 一方面帮我去找工作 有这种服务吗 签证通常是要自己办 对啊 但是仲介这方面只帮你负责寻找当地的工作 那么到了当地之后 雇主有义务 有责任提供你住宿 还有签一个对你确保你工作权益 譬如说不超市工作 加班费多少钱 这些雇主要跟你有义务责任签署一个 不能够保障你 谁来保证说一定会签这种条件 那个就是要 我们就是 所以这个会不 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到电台来 要宣导给年轻朋友知道说 你出去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做一个负责任的自己 你要做风险的评估 你要先做功课 对 我们外交部提供这么多素材 这么多资料给你参考 出去之前你一定要先做功课 有些应该要自己准备的 我举个例子 假定说我要到澳洲 大家度假打工 今天宣传我听到这个广播 我知道有这个计划 那我就是 我第一步要做的 我就是我要不要问外交部呢 外交部有 外交部哪个单位 就是你们这个单位 是不是叫做这个 外交公众协调会 外交公众协调会 就有这个 找资料 你们是提供资料嘛 对不对 好了 那我就第二步 我就要去办签证 我签证了 澳大利亚本来是免签证的 是不是 中国民国免签证 那我就要去办签证 这个签证就告诉澳大利亚说 我要去参加这个度假 打工的计划 我在办签证的时候 可能我还不知道 我到哪里去工作 我的雇主是谁 也可能透过仲介 我知道我已经有一个雇主 要请我了 是不是 也可能 然后也知道说什么条件 如果完全没有 那么我到澳大利亚 就是我找谁 所以这个就是朋友 现在很好的一个 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制 就是社群媒体非常的发达 我们外交部在相关的 住外馆处也设有粉丝页 所以这个粉丝页 除了外交部本部有专业的平台 网站可以提供各样的资讯 给大家参考之外 我们在几个主要的国家 我们受度假打工青年 最欢迎的几个国家 像澳洲 纽西兰 日本 加拿大英国 我们这五个代表处都有专业的粉丝页 粉丝专业给我们的年轻朋友 做互动 是提供说 现在譬如说澳大利亚 有哪些雇主 你可以去申请 是不是这样子 那个粉丝页倒也没有 不过呢 因为现在 我刚刚提过 就是说 有几个国家 政府部门本身 已经有工作机会 那个网站了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透过仲介 还有透过你认识的朋友 还有透过他们平常联系的一个line群组也好 或社群媒体 他们就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资讯 对 这个是很好了 但是比较保险的是 你在台湾的时候 应该把雇主找好 不是这样子吗 这样当然是最好 但是现在年轻朋友 有些他事前不愿意做这么妥善的规划 他是且战且走 他愿意去冒险 就像到英国去 我曾经去做过市场调查 周末的时候 我去逛街的时候 我腾到明电街去 看看有没有年轻朋友在打工 我会去跟他们互动 很多就是你在国外 像这种商店招考人员 没有办法在网络上找到 你要去当地做面谈 去面谈找店家 换句话说 这种度假打工计划 一方面的就是说 提供你到国外去看看 但是一方面 那你练就你的自主 独立跟胆识 是的 你是有点胆识吗 如果因为人生地不熟 你要去找工作 这也是蛮困难的 那我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没有说 我得到这个签证 可是我到了那边 找不到工作又回来了 我们休息一下 进一段公议广告 再继续来请教外交部的 公众外交协调会 副主席上 也是外交部发言人 李先生先生 中华民国养路协会 祝您健康如意 嗨 大家好 我是场景有机的创办人 林心迪 自己的健康是给家人追好的礼物 因为我曾经面对死亡 所以学习如何健康的活着 发现来自澳洲高龙度90%的 有期荷藻糖胶 目前有很多学者 及科学家 证实荷藻糖胶 对于健康有莫大的帮助 珍惜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来电集送健康古代 0800801999 老婆啊 我早上起床听到闹钟声音 全身就酸痛 而且每天工作压力超大 觉得24小时根本不够用 都睡不好了 我想我们是不是该换张好床了 嗯 我们该选真正为台湾人的睡眠习惯 设计的老K排滩黄床咯 我们赶快去老K门市市场选购吧 老K排滩黄床提醒您 高品质的床垫 才有高品质的睡眠 老K订购专线 080032086 我的妈呀 黄教授怎么这么多人 在抢购有期田多谷植物奶呢 纯净天然有机 天下妈妈都咬 有期田有机多谷植物奶 提供满满20种谷物精华 以悲爱自己 以悲爱妈咪 宠爱妈咪 母亲节双重优惠 买二送一 一组一千九 一次购买两组再折两百 限量优惠要满要快哦 请恰0800880038 获上好物市集 中广新闻网 newsradio 不要小看自己的一点力量 巨沙 并能成塔 人人都心存善念 说好话 做好事 彼此关怀祝福 我们的社会就能更美好 祥和社会发展文教基金会 与您共创 祥和有爱的社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听 中广新闻台湾加油 无所不谈的节目 我是赵索博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 外交部公众外交协调会的 副指引上 也是外交部的副发言人 李现场先生到我们节目上来谈谈 外交部这些人推的度假打工计划 英文叫Working holiday 那刚才我请教了李发言人 李副发言人提到就是 这种打工其实就是要靠自己 自己来回机票自己出 然后到那边去工作要自己找 政府并没有帮你找 政府只是说提供一个服务的平台而已 那么我请教一下李发言人 有没有说 譬如说我到了澳洲 到了英国 到了德国 我是想从事度假打工 可是弄了半天 我找不到工作了 有没有 我想虽然没有正式的统计案例 不过我们 据我们的了解是有一些这样的状况 包括当时我住外在伦敦的时候 也碰过年轻朋友 在其他的城市找不到工作 又回流到伦敦大都市里面 当然也是有一些 我们事后也知道 有一些年轻朋友是 停了一段时间 没有找到适当的工作 或者觉得适应不太好 就回来了 就回来了 但是总是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 是 好 那么既然是这样子 那么如果一个年轻朋友要参加度假打工 你认为虽然没有条件 没有学历限制什么 没有只有年龄的限制 可是自己本身最好要具备什么样的心态 或者是怎么样的条件来参加这个会比较成功 比较有所谓 是 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 这个心态是特别重要 你现在是一个很开放的 你要有一个负责任的心态 当然在出发之前 你要做一个负责任的 要自己先做研究的功课 那么外交部在我们外交部的网页上 就有一个度假打工专区的平台 提供各个国家的生活资讯 国家的国情 还有交通的资讯 交通法规 甚至申诉的平台都有 如果你在国外接受到不良的不好的待遇 工资被可扣 超市工作没有给你加班费 甚至被性骚扰 总林林总统这些事项都可以透过我们那个平台 上面有各个国家的申诉的资讯 你可以提供必要的证据 包括你的薪资单案和各方面的证据 我们代表处或办事处也会协助你 跟当地国主办这个申诉案件的相关机构单位联系 确保能够事后能够保障你的权益 好了 那这个意思 这是说万一发生事情 但是我就是想在参加这个计划之前 你必须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细腻准备 自己做好准备 什么哪些准备工作他必须要做 除了上我们外交部的网页 去了解这些资讯之外 一个很重要的出国之前 当然这些该办申请的签证手续之外 我们鼓励年轻朋友第一个保险的问题 要注意到 国内的健保一定要继续保留 因为你出国度假打工一般来讲 你出国一般我们都会投旅行平安保险 可是他只有180天的期限 可是你一般出国度假打工 一般是一年到两年 超过180天的范围之后 你就是一个无保险的人 所以这个出国会有一点风险 那么在所以你一定要国内的保险 健保要保留 那么另外要加保一个伤害医疗保险 一个全额的 可以涵盖你在国外停留时间 这个还可以后送 对 万一有医疗专机的需要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 譬如说澳洲打工 澳洲是国家这么大 你打工的地方可能很偏僻 你主要城市开车可能要五六个钟头 那么现在大家有line的群组很方便 我们也非常鼓励也要强烈的呼吁年轻朋友出国的时候 要跟家人经常保持联络 不要出去像断了线的风筝 因为发生意外的时候 你要家人知道 也让我们代表处办事处知道 我们才能够在最快的时间提供协助 所以出国之后 之前 之前一定要上我们的外交部的领务局 有个出国登陆的专区 上去登陆一下你在国外的联络方式 然后就是至少要有个手机 对联络方式 那么出国的同时 同时也跟我们代表处也好 办事处 甚至你的家人经常保持联系 万一你有什么状况出现 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 动员我们的办事处 代表处的人力 甚至当地的志工系统 警察系统 能够到你需要协助的地方去帮你 那就当然要了解 当地的就业状况了 对 是不是要搜集资料 这个外交部可以帮助他们搜集吗 还是说上里面 上里面所谓度假打工专区 可以找到这种资讯 资讯的网站 就是针对工作机会 或是哪里打工 这个我们外交部的评论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政府部门不好 帮私人机关做类似这样的终结 好像某种层数的这种背书 那我们因为这个案子 推示几年来 我们也没有听过年轻朋友 来跟我们外交部 要寻求工作机会的 所以这方面的需求 基本上应该是不存在 自己去找 年轻朋友 现在这方面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所以你的建议是不是说 出国之前 出国之前 最好把这些资料先找一找 对 最好是能够出去 然后就定位 就可以开始工作 就不要说到那边 再去像五头苍蝇 到处找 最好能够是这样子 但是有些人 现在年轻人很喜欢打带跑 他没有 也许没有事件很好的规划 但是基本上有关于自己人身安全 还有个人权益保障 这块 我们是非常强烈建议 年轻朋友一定要先做好准备 做出功课 那么如果真的发生不幸的事情 我们外交部就在身边 我们代表处 办事室随手都在提供服务 好 那么这个度假打工 刚才这个外交部的 这个公众外交协调会的 副执行长李先生先生 告诉我们说 一我们去打工的人数 最多的是澳大利亚 第二是纽西兰 第三是日本 然后第四是这个加拿大 然后再是英国 那么当然澳洲 因为他地广人西 然后柳西兰 这都是讲英文 所以英文系统的国家会 都比较多 除了日本之外 都是比较多 那么从你们 推动这样的一个计划 的一个经验看来 在澳大利亚 去做这个度假打工 这不一定有十几万人 是不是 已经将近十六万人 十六万人 这十六万人 他们里面有没有统计 说他们到底都是做什么工作 一般来讲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在农场 农场有这个有畜牧业的 有这个这个生产业 譬如说像采苹果 采草莓 这些那么 有没有捡羊毛呢 也有捡羊毛 或者租载场分 帮肉类做分类 然后做包装这些 那也有到超市打工的 主要是这三类 这三类的打工 待遇都还好吧 一般外 因为澳洲本身是一个对度假打工非常开放的国家 那他的整个配套比较完整 那他也有基本工资的限制 有一个规范 规范 所以一个钟头的工资 目前是17块澳元 17块澳币 那么所以说年轻朋友出去打工的时候 你跟雇主签约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 他的基本工资是哪里 这个雇主有什么义务 有什么责任提供你应该有的福利 这个非常的重要 万一发生这个可扣工资的情况 你可以追索 可以去检举 是是 那澳大利亚是说 你刚才也提到说 一个雇主最多只能工作半年 是不是 每个地方 大概一般三个月到半年 三个月到半年 所以你在一个地方 就要再转换工作 那澳洲最长是两年 最多两年 澳洲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希望补足 当地劳动力的不足 所以两年 所以他说你只要坐满 第一年 你在一个地方坐满六年之后 你有这个资格 你就拥有这个资格 六个月 申请第二年的度假打工的资格 所以他是一加一 所以是 但是每一个雇主整个六个月 对 所以六个月完了之后 你申请第二个雇主 第二个雇主就一年了 那一年完了之后 你还可以再申请下一年 所以两年 对 两年如果好好做的话 就等于说去赚一点外快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有没有比较成功的案例 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说 他这两年度假打工 一方面也写到英文 因为你跟澳洲人在一起 第二个就是说他也赚了一点钱 这种案例多不多 是有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做些个别的 那有些年轻朋友 他愿意出来跟我们分享 像我们去年跟前年 前年开始在全台湾各地 我们办宣导会 去年办了六场 今年我们预计在七到九月 办六场宣导会 那么我们会邀请一些 曾经有度假打工经验的年轻朋友 来分享 他们度假打工的一些干苦 应该注意的事项 那他们有一些自己 当然目前回来 也有自己的工作或事业 那甚至有一些发愿 他自己写了书 度假打工的专书 他希望把他的经验 分享传承给其他的年轻朋友 其实外交部也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分地区的 请大家每一个来写一篇 愿意的话 然后变成专书 不是变成给 要度假打工的参考 是 就是说书也不要货 十几万字 然后澳大利亚的找几个 日本的找几个几个 然后等于他的经验 遭遇到的困难 他怎么去申请 这样子比较具体 也许对这个年轻朋友来讲 会有帮助 是谢谢主持人的建议 我们是目前有一个平台 就是可以欢迎有一个原地 请大家来 分享 分享的 但是倒还没有想到说 要出一个专书 这个我们可以好好来研究一下 因为 因为 个人出的书是谈到个人而已 也许只是 譬如说我到澳洲 我到日本写 但是 如果说有部里面会整 然后就是说分区的 分门别列的 比如说这个澳洲有去农场的 有去做服务业的 然后在日本 然后会碰到什么的困难 他怎么去找到这个工作 也许可以给后面想去的人参考 这说不定也是 你们可以做了一个服务工作 是的 做一个介绍 那么好 那么度假打工 当然对年轻人是不错 那么你刚才讲说是18岁 是吧 18岁到35岁 但是年龄层最多的是哪一些呢 出去 一般大概都是二十几岁 因为18岁毕竟在台湾 现在以台湾的这个 还在学生的阶段 一般大概如果最大最快 也到大学毕业 或者研究所毕业之后 所以大部分都不是学生 大部分都是社会青年了 学生也有当然 我想 可能有一些 他就我就暂时不要练书 可能也是有 对可能也是有 但这个当然兵役有没有限制呢 兵役现在年轻朋友 现在 现在82年 82年之后的 大概也不用怎么服役了 这是被这个自焉的 自焉役 对现在也没有什么 所谓的兵役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在年轻能够出国的门槛 这个整个年龄都可以往下 往下拉了 那么好 另外一个你说我们出去的 那么你讲这个贷款 那这个贷款 当然是外交部 外交部跟相关政府单位 学商的嘛 那么是这个贷款是银行 是公立银行还是私立银行 还是说这个贷款可以贷多少钱 是的 这个其实这个计划 即使是他这个教育部的青年发展署 他们有一个青年海外生活体验的专案贷款 所以这个是跟你们这个计划是相相结合 有没有相结合 有相结合 不过他这个计划基本上之前是单独成立的 成立之后呢 但是他的适用的范围包括了度假打工 那你度假打工还有游学 度假打工单独没有一个一个所谓可以贷款的没有 没有因为政府的资源也有限 那既然教育青年发展署这边已经有相关的配套了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东西做一个结合 因为我们从前年六月开始 有行政院指示外交部成立一个跨部会的协调平台 我们现在已经把九个十个部会整合起来 好那么就是能够贷款的就是这一项吧 是不是 对这是一个可以贷款 比如说他贷款的只要的条件是那个年龄的限制 是年满二十岁以上 三十岁以下 未满三十一岁的青年都可以 那么基本上如果你是家里的是一个低收入户家庭 比如说标准是年收入 这个所得在一百一十四万台币以下 可以优先办理 而且不用提供百分之三十的自备款 那么能够申贷的金额最高达到十二万台币 十二万 每个人只限于申请一次 那么以目前现在是用台湾中小器银的这个基准利率来算的话 机动的利息目前的利息利率是2.53 那也不太低 分五年贪团 所以你将来五年贪团 就是只有这个是不是 我想这个贷款 听众朋友一定很有兴趣 我们修一下金额广告再继续来请教李先生先生 又是PM2.5惹的祸 便利钻空气 打开申宝智慧变频空调 给你好空气 申宝专利PicoPure水离子 有效分解PM2.5 保湿 除菌 防霉 脱臭 一击搞定 还有节能科技 省电更彻底 Sample 在古船上 你以为航行进入了时光隧道 化身为古代贵族 遨游天地之间 品贯旅游 奇幻漂流下龙湾之旅 荣获金纸旅游奖肯定 搭乘印度之纳号海上villa 体验世界七大奇景之美 专业用心的旅行好伙伴 请上网搜寻品贯旅游 无限宽广的视野 中广新闻网news video 专业的新闻团队 客观的角度 平衡的报道 让你听见全世界 抱歉 打扰到您行车享受音乐的优雅时光 因为我们已为您 侦测到前方路况危险 现在Lexus ES GS RX等五大车款 全新导入四大主动式 安全防护系统 能为您预知危险 建立豪华车坛安全新标准 即日起全车系 再享高额零利率 Lexus 这天薛平贵跟王宝川 两人站在美楼旁就要分开 只听王宝川大喊一声 别走 你还是要走 我是说你别走 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 铁器旅游 行人请走行人穿越道 夜间请着亮色衣服 你已经要迟到了 行人夜间穿亮衣 穿越道上最安心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道安委员会 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关怀与奉献 不是建立在责任上 也不需要任何承诺 它是在轻松愉悦的心情中产生的 祥和社会发展文教基金会 与您一起在师与寿的互动关系中 共同成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赵索博 欢迎继续收听中广新闻 台湾家无所不谈的节目 刚才我们访问了 这个外交部 公众外交协调会的副执行长 同时也是外交部的副发言人 李宣扬先生谈 一个年轻人可能会长清楚 叫度假打工的一个计划 那么李发言人 李副发言人告诉我们 说度假打工 他很受青年的发言 然后对年轻人来讲 也是一种扩大国际视野体验 外国生活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要很多东西也要计划 虽然他是没有什么资格的 限制出来年龄之外 那么我们刚刚谈到了 李先生刚刚谈到贷款的问题 那么现在因为教育部的青年署 有一个贷款的计划 这个计划最高可以贷到12万 12万就是说 如果你参加度假打工 你就凭这个可以跟他贷款 那么有没有条件的限制呢 就是除了低收入家庭之外 那么一般人有没有说 你如果家庭很有钱也可以贷吗 也可以的 而且你他不限度假打工 你包括留学游学 自助旅行都可以 都可以 两个礼拜以上都可以 都可以带到吗 都可以带得到 就是最高是12万 12万 那付五年贪还 以现在的利率2.53来算的话 平均将来每个月只要贪还 2600块台币 都可以 就可以了 所以应该不难 不难 将来 那么度假打工 听起来还是不错 但是我相信 以你们外交部的经验 这么多年 从这个民国94年 是不是 93年 93年开始到现在 你看这个现在是105 那么已经三 这是十几年了 我想大部分是成功的 但是有一些 相信一定有一些失败的案例 失败案例就是说 他到了那地方去 就是说他看了不看 那天找不到工作 或者是说逛一逛就回来了 没有真正去度假 度假也有 但是没有打工 那么在你们所接触到的 当然我相信这都是个别的案例 比如说他去不幸去从事 不应该做的行业 或什么东西 或者是说 这是案例 你可不可以提几个案例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是的 其实我们外交部最关心的 包括政府推动青年 跟国际接轨这样的一个计划 最关心就是 年轻朋友到海外去 一个人身安全 一个风险管理的问题 怎么样除了有这个机会 大家能够很高兴出去 能够很充实 很平安的回来 甚至还可以存一点点 小小的这个第一桶金 那当然这是以度假为主 打工为辅 我们不希望不要误导民众 说是赚钱 这是外劳输出 或者是为了以赚钱 当然有一些恶意的说 这是台劳 这个是不正确的说法 那我们希望这个 不要把它污名化了 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青年的 一个交流的活动 那不要造成家里的负担 那刚刚主持人提到出国的时候 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是不是有一些案例 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个目前因为这几天报纸 很多的这个网络 电信诈骗这个事情 我们其实在外馆 我们每天都会收到相关的案例 包括意外事故 车祸 甚至有一些犯罪的行为出现 那这个当然相对于整个 度假打工的人数来讲 比例是非常的低 比例是很低的 但是我们也非常的重视 所以我们也做了样态的统计跟分析 还有数据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些太阳的分析里面 找到年轻朋友 在国外生活独立的时候 容易发生什么问题 或容易是不是容易受骗 然后参加的这个违反当地法规 是哪大概是哪一类的 那我们统计的结果 以去年来讲 104年大概 我们统计度假打工案例的这个整个案件 以车祸最多 以澳洲来讲 我们都以澳洲做母体 因为他将近有16万人 他的这个统计的是比较可信度 澳洲因为地大 你平常大众交通不是那么方便 所以你平常度假休闲的时间 休假你跟朋友相约出去 大概就是自己开车 那有些年轻朋友在台湾 自己没有驾照 可是澳洲现在给我们免驾照的待遇 你只要中华民国的驾照 或你拿国际驾照 到澳洲去 他们为了虽然可以互换驾照 但是他们嫌麻烦 年轻朋友在台湾没有实地驾车的经验 到海外去 心情轻松 开车 澳洲这么大 晚上又有夜间动物 大型的动物出没 有时候开车不小心打滑 或者是为了闪躲大型的动物 发生意外事故 所以意外事故是我们最在意的 所以你的建议就是说 你要出去之前 你最要考个驾照 对 有实地的经验是最好 然后这个驾照不是说要有实地经验 然后到国外不要随便开车 特别是澳洲是一个佐驾的国家 跟我们台湾开车的方向 方向法的位置不一样 驾车的习惯 还有交通法规也不完全一样 所以这个出去如果一定要开车 一定要注意 甚至有些朋友买车 买二手车 三手车 他车的这个对车的了解不够 他可能买一个当公共车 那问题一大堆 然后又没有保险 又没有投保 这个全险或什么险 发生意外事故的时候 不仅要赔偿对方的伤害 你甚至你个人也受伤 这个医疗费用也是非常高 所以这个最好 不要轻易去开车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 澳洲说不轻易开车 大概比较难 但是你要开车之前 就是说你一定要有合法的驾照 还有你要懂得适应 因为我们是从这个右 我们是这个靠右边的 澳大利亚是靠左边的 所以这种右轿 九轿的调整要做得来 习惯了才上路 应该是这样子 特别是有一些欧洲国家 冬天下雪 雪地开车 特别这个经验 是台湾大概很缺乏的 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 这是危险 这个针对交通事故的安全方面 当然还有讲 刚才我们提到 就是说你一定要做好健保 不能放弃 保险 这个一定要非常的重要 保险 到海外 那如果说你在国内来不及投保 这个伤害医疗保险 我们现在也跟金管会 跟相关的产收险工会协调 你到国外也可以透过 网路投保的方式 所以这个加强了 这个保险 一定要有非常正确的保险官僚 而且要加保 是不是 好 第三呢 第三个就是说出国很多事情 比如说交通意外之外 如果说 还有一些年轻朋友 刚刚提到所谓的网路诈骗 现在很多年轻朋友 大概比较缺乏社会经验 被引诱了 被引诱 被骗了 或被骗了 那当到了当地 可能被犯罪集团利用 操控 参与了 不管是贩毒也好 这个网路诈骗的 也有这种案例 也有类似的案例出现 所以我们很不希望 年轻朋友出去的时候 是一个很 一个很期待很高 对自己期待很高的一个 国外一个 度假打工的一个机会 结果 变成了毁了自己的前途 对这个对家庭 对个人都是很大的伤害 所以千万要注意 对而且在通关提运行李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不要接受来路不明的行李 就是说如果有人说 我有个行李 拜托你帮我来 千万不要 对因为目前整个犯罪 很多国人利用这个犯罪集团 利用我们很多国家 给我们免落签待遇 甚至度假打工 这样的一个机会 出国很方便 夹带了很多违禁品 其实 第一方面 我们不要接受不认识的人 叫你答应行李 其实认识的人 也不要随便拿 尽量不要 因为你要看看 你也不知道里面带的是什么东西 里面也带着毒品 违禁品 这个反而给自己的麻烦 所以我们通常在航空公司 check in的之前 航空公司的柜台人员 在办手续的时候 都会问你一句话说 你这个行李 是不是自己打包的 他要百分之百确定 你知道这个 你带的行李内含物是什么 是什么 因为你如果不知道 你可能入境的时候 就被现场人账据 或逮到你期待毒品 或其他违禁品 那就会很麻烦 那还有什么地方要注意 另外就是说 这个当然还有一些 我们也提到一些少数 很少数少数的女孩子 到当地从事一些 色情行业 色情行业 这也是有 这是被骗 还是说自己愿意 有些是被骗 有些是自己愿意 就是说他 他觉得这个比较容易赚钱 利用这个所谓度假打工 这个计划 然后到了当地 就跟这个不应 就是说色情行业的接触 是的 那这个部分 当然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 看到这样的新闻 我们非常的难过 我们也具体协助了这样的案例 那我们希望你出去 之前能够充分的了解 当地的工作的形态 是不是我 这个李先生 我是不是说 因为度假打工计划 这个现在也是很有名 知名度很高 会不会说一些不屑 不孝的人 利用你们这个计划 来招募一些人 去做一些 包括色情行业这一点的工作 这个不无可能 包括比如说以澳洲来讲 澳洲当地有一些 重介业者 他们本身 我们叫工头 工头就是说 他们跟当地的农产公司也好 这个超级市场或农场 他们有合作的默契跟机制 他们知道说当地哪里缺工 缺多少人 他就在台湾这边招募 但是招募进去之后 他就不管你了 他可能介绍你到当地工作 雇主让你打黑工 没有给你投保 没有给你合理的待遇 那我们的国人 因为可能英文不好 或者说不晓得怎么申诉 就这样子被剥削了 这是还好去做正常的工作 这个只是做正常工作 但是只是被剥削 全意受损 那如果说你被误导 或者说被欺骗 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 那也可能造成你 触犯当地的法律 这个是有吃官司的 所以我听说你在澳大利亚 或者纽西亚 也有人被迫去 从色情行业 有极少数 极少数了 所以这个要小心了 好了 那么我要请教一下 你也提到说 这个你们在做仲介这个工作 那么这种仲介的工作 你们有没有跟劳动部 去研究一下说 怎么关于这些仲介 这个叫做度假打工的这些人 的仲介单位 仲介公司 或者仲介行 有的 那个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前年开始我们一个 跨部会的协调平台 把经管会 教育部 经济部 农委会 法务部 交通部 这些单位都整合进来 除了保险之外 那劳动申诉 这块非常的重要 劳动权的保障 事前的防范 非常的重要 事前的教育 事后的防范 我们不希望见到 这些事情发生 但是事后万一发生了 我们有一些防范 补救的机制 所以我们跟劳动部协调 在我们外交部也好 劳动部都有一个 网页专属平台 接受申诉 如果这个仲介业者 本身违法了仲介业者 是国内的仲介业者 那当然我们就要 请劳委会来受理 申诉的案件 那么如果这个仲介业者 是在澳洲 在国外的 那当然我们就透过 另外一个 仲介的平台 请我们发生事情的当事人 提供必要的证据 事证 检证之后 跟当地的这个相关的机关 提出检举 是 那有一种很多案例 经过检举之后 也得到应该有的普查 是 好 那么这个已经有 十几年的一个计划了 那你叫外交部来评估一下 这个度假打工计划 它的最重要发生了 哪些效果 各位跟我们听众朋友 来分享一下 因为十几年 这个计划 你认为是应该继续做下去 是不是这样子 是应该继续做下去 因为年轻朋友现在 不管是现在 因为这十几年来 大概整个我们年轻朋友 出国深造留学的人数 有点变少 因为整个大家 海湾环境好了 不想出去 不想出去也好 或者是说将来 大家对将来的这个 职业规划 有不同的看法 整个社会环境变迁的关系 所以除了出国深造之外 你如果希望用短期的方式 去见识一下国外 然后了解一下自己的 这个开发一下 自己的潜能也好 或者出去外面见见世面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 那目前主要就是说 这个计划 我们前年曾经跟 中小企业的一个杂志 来专访我们外交部的史次长 在专访之前 我们跟他了解过 他们针对这过去几年来 有住家打工年轻朋友 他们跟中小企业主 了解的结果 他们发现 度假打工回来 青年朋友比较深受 比较受中小企业主 雇主的欢迎 他比较成熟 比较成熟 碰到事情 有独立判断的能力 经过磨练 比较知道怎么样 也比较有国际观 是的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是我们侧面 从中小企业这个杂志里面上 他们分享给我们的资讯 所以我们很希望说 青年朋友 如果你没有机会 没有说要去国外进修的这种计划 那不妨利用这个度假打工这个计划 当然事先好好规划 那么外交部有一些完整的资讯 可以上网去找 那么这样子就可以 透过度假打工这个计划 充实你的人生 扩展你的视野 我们今天会讲谢谢 外交部的这个副发言人 也是外交部 公众外交协调会的副指导 李县长先生 到我们节目上 也谢谢各位听众 再见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再见 中广新闻报 爆炸的报 中广新闻报 说 机密到底是什么 不说 嘴硬是不是 我就用这堆来路不明 不明成分的保养品 涂在你脸上 好了 我说我说 机密是浸水糖 兰花草粉保养品了 日常保养 先用兰花脆精洗脸 再用兰花浸露化妆水锁住水分 最后擦上好吸收不粘你的精华液 让你每天被兰花蜜露 定基草本萃取精华守护着 进阶保养方面 紧白面膜嫩白补水 修护面膜改善细纹 爽管七下 使肌肤看起来更年轻 清爽 润泽 淡雅清幽的兰花香味 还可以舒缓心情 保养品选择天然成分的最好 浸水糖兰花草粉保养品 让肌肤的秘密藏不住 机密专线 02-2500-5563 或上好物试集网站 瓷砖不只是表面好建材 跟你我居家安全息息相关 台湾第一品牌 更是消费者的首选 冠军瓷砖 马可贝里瓷砖 45周年感恩特会 即日起 抛光砖 石板砖 B砖 指定商品限时限量 前所会有超低价格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相关讯息 请上冠军建材官网 或是偷约建材行选购 我是李嘉童 六年级的学生 假如没有达到四年级的程度 应该教他什么呢 当然从四年级的课程交起 唯有如此 孩子才能学得会 又有成就感 这就是因材失效 博佑基金会提供国中小补救教学教材 免费使用 邀您共同支持 由正化播2248-2053 或恰博佑基金会网站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现在时间十七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明镜需要您的接受